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四的早上 巴西貝第四圈次回合繼續進行 寶地花高回師主場迎戰巴拉納體育會 雖然首回合輸球 但一球的劣勢都令寶地花高看到翻盤的希望 有力的是球隊目前處於連勝 辦官下軍巴拉納體育會遭遇連敗 對比之下 寶地花高金像主場有望擊退對手晉級8強 寶地花高今季整體表現出色 聯賽前8輪錄得7勝1虎 即21分領跑巴格的積分榜 期間攻防區間 困場入2球和緊失0.75球都屬於聯賽頂尖的水準 迪堅奴和卡路士艾道亞道線場在主場穩勝 2人合共在主場攻入5球 他們今仗表現值得期待 再者 寶地花高近方政界 上將原勝阿美利·加明尼路後 前者取得3連勝 期間進攻強勁 今次面對近期連戰連敗士氣全無的 巴拉納體育會 寶地花高有力復仇對手 雖然首回合上半場落後2球的情況下 巴拉納體育會下半場連入3球 成功逆轉對手取得進級的先機 但後者未有保持良好的狀態 反而一落千仗 連續三仗的項賽事都拜下震力 而且防守不穩 困場失兩球令人失望 更為不利的是 巴拉納體育會今季不善客戰 聯賽前4個客場輸足3場 負率高達7.5 加上最近一次作客對陣 寶地花高遭遇兩球的懸敗 今次再次出征 巴拉納體育會依然難記口罵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